沙拉煎餅 吧台上餐點任選 同版烤肉吃到飽 午餐時段400元有找 牛小排 雞排 羊 豬 漲很多 所以說我們有清本考量 肉片 海鮮在烤盤上 滋滋作響 這家未在公館鬧區 已經有12年歷史的老店 業績受景氣影響真的有差 差個三成吧 蠻多的 就是薪水沒漲 可是物價一直在漲 民眾購買力下滑 尤其房車買不起 只能從吃尋找小確幸 主打高價位光是午餐吃下來 就快要900元的buffet 熱門時段一味難求 週末用餐還得盤上半個月 一樣是吃到飽 平價小店主工學生族群 高價buffet則是上班族買單 不僅氣時代用吃犒賞自己 還是不手軟 東森陳新聞綜合報導 臨時中可以在家裡 這家村就說不可能 存在預期間 我應該買到不早 太大了 dropped